娘 娘 娘 毕少 你找我有什么事吗 我看你在营帐外面一直徘徊 并没有进去 怎么了 我是担心功民的伤 但是 看见你们三个妹妹啊 在给她施工疗伤 所以我就 血淹 这么看来 你还是很关心我大哥的 是不是 当然了 我们从小一起在山里练习法术 都那么熟了 我当然关心他了 只是熟没有感情吗 为什么这么问呢 血焰 我大哥是真心喜欢你 真心爱你的 难道你都不知道吗 我 我当然知道了 既然你知道 那你对我大哥 就没有一点感情吗 这 你就坦白告诉我好不好 碧香 如果说 对公民一点感情都没有 那是骗人的 公民这么优秀 只是 我心里一直有一个障碍 什么障碍 因为我是一个孤儿 所以 我怕练得法术不精 会招人看不起 那个时候 会在心里面警示自己 不能对身边的人动心 怕这样 会影响我练习法术 就是因为这样 你才不能接受我大哥的感情吗 你看我大哥是如此地爱你 而且为了救你还受了伤 难道你一点都不感动吗 我当然很感动 所以 我真的很谢谢公民 我只是 雪燕 劝我大哥回山只有一个办法 就是你劝他回去 回山 嗯 除了你 没有第二个人能劝动我大哥回山 雪燕 雪燕 教主一直告诉我们不要卷入尘室 我们三宵也一直秉承教主的信念在山中修行 现在你到了仁世间 仁世间是不是很复杂 仁世间真的是很复杂 那仁世间是不是很多变化 是 仁世间的变化 都让我措数不及 既然是这样 那你劝我大哥回山吧 就算我求你了 好吗 我真的担心 要是我大哥 万一哪天犯了大错 定会受到教主的延长 又万一 他哪天受了重伤 那他 碧霄 你就别担心了 功名那么聪明 法力又高强 他是不会有事的 真的不会有事 就是要回到山里去 雪燕 你好好考虑一下 好不好 好 我答应你好好考虑一下 真的吗 真的 那 好 处理完这件事情 我们就先回山上 至于我大哥 就先交给你照顾了 你就放心吧 我会的 碧霄 你跟我说了这么多 而我也答应了你 要好好考虑这件事情 可是我的心里 还是那么矛盾 我的心里 还是放不下 我应该怎么办 我到底应该怎么办 可以告诉我呀 雪燕姑娘 王后娘娘 不必这么生疏 因我同事修道之人 直接叫我打几就可以了 我 既然我们站在同一条阵线上 有什么话 你就对我说出来 毕竟 我也是女人 况且这尘世间的事 我也经历过很多 你就说出来吧 我 我没有 你有 你肯定有 何必要憋在心里呢 憋在心里的话 让自己多难受啊 你就把我 当做你的好朋友 把你想说的话 全部说出来吧 那我想请问你 你有没有爱过一个人 爱过人 我爱过人 也被人爱过 那你在 爱和被爱之间 会做什么选择呢 我会选择我爱的人 但是这前提 是这个人 一定也爱我 明白吗 那你现在 想要说什么呢 我想再请问你 如果你爱的人 他不爱你 还伤害了你 你应该怎么办 杀了他 杀了他 如果你爱的人 他不爱你 还对不起你 你干嘛要原谅他呢 你就应该杀了他 如果你不杀他 你的心中会一直有个疙瘩 如果你不杀他 你就会一直有怨恨存在 我说的对不对 对 是我应该杀了他 是我应该杀了他 我是你 相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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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丞相 相公 丞相 天花 我知道你找我相公有事 不过我相公已经出去了 这样吧 你先回屋 我去找我相公 相公 相公 天花 是你们呢 你怎么一个人在这儿啊 我 我刚刚来找丞相 但是他出去了 所以 怎么了 你有什么事吗 天花 我能看得出来 你心里有事 你为什么不肯跟我们说呢 说的有什么用呢 天花 是不是 为了你爹的事啊 天花 你不要 你不要为这件事难过 我答应你 这个仇 我早晚会替你报的 报仇 怎么报仇 那天明明已经把赵公民给抓过来了 我完全可以杀了他 为什么不让我杀 对 结果眼睁睁看着他被人救走了 下次要想再抓住他 恐怕比登天还难 Georgia 这都怪我师父了 可是我师父说得也对 结教和铲教 本来就是同根 如果杀了结窖的人 以后肯定会打乱 所以 据刘孙师叔这么说 我也觉得 他说得的确有道理 听话 那天你也看到了 不是我们不肯帮你报仇 只是那三宵 他们前来救走了赵公明 所以 所以 所以我的仇就永远报不了了 不会的 天花 你看看 我们西伯侯府里 侯爷和所有人都很关心你 都想给你报仇 你看看 你有这么多好朋友 不会的 你们对我好 我都知道 可是杀福之仇一日未报 我一日无法安眠 我每天晚上躺在床上 我就会想到那天 在后花园 我爹他 我爹他 天花 你听我的话 不要再这样难过了 我们会帮你报这个仇的 真的会帮你报这个仇 对 谢谢你们 芸霄仙子 江子牙 你果然来了 既然芸霄仙子约我 我当然会前来附会 不知道芸霄仙子 今天约子牙来 所谓何事 之前在山上 常听人说 产教中有一个江子牙 是如何如何 如今与你相见 我却感觉到 你江子牙 跟听闻当中的 有些出入 不知仙子听闻中的江子牙 到底是怎么样 他们说你狂妄自大 他们说你阴狠狡诈 他们说 这么看来 一切不好的说法 都集中在子牙身上 那不知道 仙子认为子牙 是个怎么样的人呢 其实你说得对 如果你真的想杀我大哥 和白雪燕 早就可以下手了 根本不必等到 我们前去相救 所以 从头到尾 你就没有想伤害他们 是不是 谢谢云霄仙子 能够理解我 有件事情 我想问你 仙子请说 结教和谴教 结下如此之深的仇恨 这不是你江子牙 惹出来的吗 对于这件事 你如何解释 其实呢 仙子是个 深明大义的人 我想告诉你 四圣并不是我江子牙 所杀的 可是结教里头人人都说 四圣就是你江子牙杀的 我江子牙为人 一向是敢作敢当的 我敢说 四圣并不是我所杀的 而且相反 我们姬侯爷 当天放了四圣 四圣也跟江子牙保证 他们一定会回到九龙岛 不再过问世俗之事 可是不知为何 四圣却惨死在外面 好 天下四圣不说 那石天君呢 石天君 在西齐外布下了石绝阵 而且 让很多西齐的无辜百姓 惨遭杀害 如果 硬要把他们的命 全部都赖在江子牙身上的话 那我想 我也只能 默默承受了 你愿默默承受 意思是说 要造成产教与结教的冲突 是吗 不 不是这个意思 产教与结教管是同家 而且当初 师父让我下山 是辅助姬侯爷去罚伤 想必仙子 也曾听说过此事 如今 地心无道 残害百姓 已经到了 大家没有办法忍受的地步 所以 我们西齐 要去罚伤 这也是顺应天命 请仙子 静下心来 仔细地想想 为什么通天教主 不让结教中人 参与到此事之中 想必他已经知道 这件事 乃是天意 不能逆天而行啊 原来 教主不让我们下山 是为了这个原因 所以 我希望结教中人 不要去协助昭歌 正是因为 协助昭歌 才会让我们两教 仇恨加深呢 可是文师兄 也是结教中人呢 没错 文太师的确是结教中人 但是文太师 他早入昭歌为臣 之前紫牙也跟他交过手 也曾经劝过他 可是人各有知 紫牙也不便多说什么 好 你跟我说的这些 我都明白了 看你的为人 还有说话的口气 我相信 你并没有骗我 紫牙有一件事情 想跟仙子说 有什么事 请说吧 我想请仙子 回去好好的 劝赵师兄 赶紧回去 不要再引起 我们之间的纷争了 我大哥这个人 生性孤傲冷屁 当初 他意气风发地下山 到他的定海神珠 被你们拿走 依他的个性 是绝对不会 善罢甘休的 除非 除非什么 除非白雪艳开口 让他离开 否则 我们三个妹妹 是劝不动她的 仙子 有件事情 紫牙想告诉你 白雪艳姑娘 她喜欢的是杨婧 而杨婧喜欢的 却是小蝶姑娘 而且如今小蝶姑娘 她正在侯府里 她跟杨婧相处融洽 我想 结交和产交 是可以和平共处的 不是吗 那是当然 我也希望两交 能够和平相处 今日你告诉我之事 我会查明的 不过 我要提醒丞相一件事 信字请说 我已经要必消 去找白雪艳开口 要我大哥离开 即便他不离开 云霄也会禀告教主 由教主下令 让我大哥回去 所以他们回山 应该是早晚的问题 还有一件事 我也想 请丞相 千万不要和我大哥动手 一来 产交跟结交 两大高手对抗 两虎相斗 必有一伤 二来 如果 江丞相真的伤了我大哥 那我三霄 是绝对不会善罢甘休的 子牙知道 三霄仙子 跟赵公明 有很深的感情 我答应你 尽量不跟赵师兄交手 但是请仙子 劝赵师兄赶紧回去吧 好 我知道了 那我告辞 仙子慢走 三霄仙子 对 我说 我说 那我说 是 我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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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我说 宫明 宫明 雪燕 你的伤好點了沒 我的伤好多了 你專程來看我的 我白天就來看過你了 但看见你三个妹妹才帮你疗伤 所以我 你早来看我呀 我的伤早好了 根本不用我那三个妹妹帮我疗伤啊 都受伤了 还胡说八道呢 薛燕 你笑了 终于因我而笑了 宫铭 我以前有那么冷酷吗 你不是冷酷 只是很少笑 你知不知道 你笑起来很美 先不说这个了 那我们要说什么呢 宫铭 我想 我想回山里了 而且必消也劝我回山里 你是要我跟你一起回山 嗯 我想让你也回山里 只是 我心里还放不下 放不下杨姐是不是 公铭 我 你要我回山 就是不想让我伤害杨姐是吗 公铭 你在说什么呀 难道你三更半夜来找我 就是要告诉我你喜欢上我 爱上我了吗 公铭 你这个人怎么那么不讲道理啊 我要讲什么道理 我觉得你 对杨姐太过痴迷 那是我的私事 请你以后 不要再干涉我的私事了 我不能干涉你吗 是 是 我今天来找你 是想告诉你 我们一起回山里 但是 我忘不掉 对杨姐的仇恨 你知不知道 那天晚上我被杨姐 你被杨姐怎么了 不 这么丢人的事情 就要怎么说得出口 那天晚上他被杨姐 难道 杨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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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雪岩 是不是认为是杨姐跟他 如果雪岩这么认为 就让他对杨姐产生恨意 他才能跟我联手杀了杨姐 不管怎么说 杨姐 勾引小蝶 把你最亲爱的小妹 给骗走了 所以 两个人都不值得原谅 那你的意思是 杨姐伤了你的心 小蝶 背叛你们姐妹的感情 这件事我们一定要做个了结 等了结之后 我就随你一起回山 请你 从此再也不过问人间之事 好不好 打击娘娘告诉我 对不起我又伤害我的人该杀 不管杀还是不杀 我如果不找杨姐梦的明白 就这么回山里去 我一辈子 心里头都不能平静 怎么样 考虑的如何 好 我答应你 等这件事情了结以后 我们一起回山里 好吗 一言为定 三位仙子 你们真的不愿意留下吗 我们三姐妹的阵势还未练成 我们还是回去了 三小仙子 现在赵师兄也在这儿 白雪燕姑娘呢 也暂时在这儿 如果你们肯出手帮我们的话 我想 赵师兄很快就能回山了 所以 所以 你想我们留下来帮忙是不是 比小仙子 我不是这个意思 我的意思是 好了 我们奉教主之命 不问臣事 温师兄 你年岁已高 何必在此辛苦 我劝你 还是早早归影山林 温忠 身受两代大王的恩宠 如今 我就是拼了这把老骨头 也要帮助大王 滚骨商堂的江山哪 哦 请吧 等宫下西齐 温忠 自然会归野山林的 那既然如此 我们三个 先告辞了 哦 啊 公民 想不到我们才练了几天 就可以配合得这么好啊 我们本来就配合得很好 张师兄和白姑娘 真是天造地设的一对啊 通报 别取笑我们了 我可没取笑你们了 我说的可是真话 你们两个 通报 你来做什么 我看你们两个 已经修炼好几天了 文太师因为稀奇 好几天没有来应战 急在心头 所以让我过来看看啊 薛爷 你打算怎么做 既然他们想速战速决 那我就换出杨姐 让她早一点来送死吧 杨大哥都去了那么多天了 怎么还不见他回来 我这心里忐忑不安的 她不会出什么事吧 杨姐 你还不出来受死 难道要我山上后腹去找你吗 杨姐 你要是不给我白雪燕银的交代 任凭你躲到天阳踩脚 我都一定要把你找出来 这是燕姐的千里传音 看来燕姐仍然恨着杨大哥 不行不行 我要去找燕姐 我要把事情给说清楚 丞相 真的是这样吗 没错 云霄仙子已经答应我劝赵公民回去 免得让我们铲教和结教之间增加冲突 丞相 你的办法果然告人一筹 只要赵公民离开 由咱们直接对战文太师 我相信很快就会打败文太师 而且这样的话 还可以减少人渊的伤亡 是啊 侯爷仁慈 他不希望西齐再有人受伤 不过师父 如果赵公民真的回去了 那我们是不是可以开始罚伤了 就算赵公民回去了 但是我们眼前 还有文太师这么一支强大的主力军 所以咱们呢 要先打败文太师才行 但是文太师是结教高手 就算赵公民走了 他们也一定会找更强的帮手来帮忙啊 所以这段时间里 不管是谁来叫阵 你们都不可以出去迎战 直到我们知道白姑娘 她能不能劝赵公民回去以后 再做打算吗 哦 不好了 不好了 哎呀 相公不好了 怎么了 赵弟 我们在谈正事 相公不好了 小蝶姑娘不见了 小蝶不见了 小蝶姑娘 平时一直在房间和少爱出 怎么会不见呢 哎呀 我也不知道啊 哦 对了对了 那个杨将军已经把千年冰破找回来了 既然找到千年冰破 那得赶紧替小蝶解除火毒啊 是啊 可是我们找不到小蝶姑娘啊 哦 对了 杨将军也跑出去了 啊 皇上 这 臣在 你赶快命人在府里找一找 看看能不能找到小蝶姑娘 诺 师父 那我也去找 乘相公也去 哎呀 你们两个就别去了 我都已经找过了 小蝶姑娘不在府里 既然杨将军追出去了 我相信杨将军一定知道小蝶姑娘在哪里 你 燕姐 是你 燕姐 我是来跟你解释的 不用解释 你这个结教的叛徒 还敢来见我们两个 赵师兄 燕姐 我不是叛徒 我真不是 我传坏的是杨姐 不是你 你来干嘛 燕姐 你听我解释好不好 你不用再解释了 穆小蝶 念在我们姐妹一朝 我不想伤害你 你走 你赶紧走 燕姐 我不会走的 我知道 你是生我和杨大哥的气 可是我跟杨大哥 是真心相爱的 什么 你们真心相爱 你知不知道 杨姐对我做了什么 杨大哥会对你做什么 燕姐你告诉我 你什么都不说 我怎么能跟你解释清楚呢 以前 我们在山上学艺 不都是无话不说的吗 为什么到了现在 你却不肯告诉我 你告诉我好不好 你真的想知道 我真的想知道 好 既然你想知道 我就告诉你 反正这件事情 我也必须让功名知道 穆小弟 你给我听好了 杨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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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玷污了我 不 不可能 燕姐不可能啊 怎么不可能 她玷污的是我 又不是你 说不定 说不定 你早就跟她 没有 燕姐 你是知道我的 我穆小弟不是这样的人 我跟杨大哥 都是发狐情 指狐礼的 他对我都不会这样 他又怎么可能 去玷污你呢 他怎么不可能 这就是事实 穆小蝶 你自己好好想一想 我白雪燕 什么时候欺骗过你 没有 燕姐真的从来都没有骗过我 穆小蝶 你深爱着杨姐 当然帮她说话 雪燕对你 已经人质一尽了 赶紧离开 否则 雪燕放过你 我不会放过你的 快叫杨姐出来 否则的话 否则怎么样 否则 你就受雪燕三掌 如果你受得了这三掌 我对杨姐的仇恨 一笔勾销 受她三掌 公民 我 雪燕 这三掌 就看你和穆小蝶的情分 还有多少 这三掌 也代表你对杨姐的仇恨有多深 我把这赌注放在你的身上 要不要杀杨姐 就看你了 穆小蝶 你敢接受吗 只要这三掌 只要这三掌 能够化解燕姐对杨大哥的仇恨 能解除燕姐对杨大哥的误会 我愿意承受这三掌 什么 穆小蝶 你真的愿意为他承受我三掌 是 别说为了杨大哥 就跟我对不起你这一点 我都愿意承受 好 穆小蝶 这可是你自己说的 那你就接招吧 小蝶 营尽包袭 小蝶 雪月 小蝶 怎么样了 小蝶 你怎么 怎么了 杨姐 紧交捡 小蝶 兄弟 小天 师兄 臣现在把他们都烧了 小天 除非大哥有难 二姐才会下山的 哈哈哈哈哈哈哈 嗯 你 哎呀 公铭 小天 燕姐 小天 公铭 你怎么那么傻 燕姐 小天 小天 你更傻 我刚才打你的时候 你为什么不换手啊 换什么手啊 你不知道吗 他们用火力骨变成头子 骗小天吃下 小天已经身中剧毒了 什么 身中剧毒 燕姐 现在杨大哥在这儿 你快问问他 他还有没有做对不起你的事 小天 什么事 杨大哥 燕姐说你 你玷污了他 这 小天 我没有做过 我绝对没有做过 我怎么会做这种情生不如的事呢 我没有 白姑娘 我姜子牙敢用向上人头担保 杨姐绝不会做出这种事情了 那那天晚上的人是谁 不是杨姐 还会是谁啊 是我 我 姑娘 你在说什么呀 那天晚上那个人 是我 我 我 杨姐 雪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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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姐 你 不可能 不可能 公民 为什么 为什么 因为 因为我太爱你了 公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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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燕姐 既然赵师兄 说出了实话 希望你不要再恨杨大哥了好不好 我 没想到 事情竟然会变成这样 赵师兄 好 刚才我看见你 已经用法力控制住了金娇姐 可是为什么金娇姐还会攻向你呢 有人偷袭我 有人偷袭你 是谁啊 这都是我的报应 什么 我答应过三位妹妹 金娇姐 只能杀江子牙和杨姐 对 如果上到第三个无辜的人 我就会死于金娇姐之下 是的 他是怎么说过 赵师兄 你不会死的 你快去找你的三位妹妹 他们一定会救你的 不用了 金娇姐 是两条蛟蛇划成的 只要被金娇剑所伤 蛇毒入体内 金罗神仙也难救 你 小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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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爷 爷姐 小爹 小爹 爷姐 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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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应该不听世尊的话 我 宁君 宫明 宫明 杨倩 你好好照顾小爹 宫明 你不能死 你不能死 是我对不起你 如今 我也会死在金交界之下 如果 还有来生 我 还会 爱你 宫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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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爹你振作一点 你振作一点 我说过的 幸福不会在我身边聊太久的 不 杨大哥 如果我走了 你 你要好好保重 宫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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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能走 你不可以走 宫明 就算你了 我不能见你的 母亲 还有你的妹妹了 你告诉他们 小爹见不了他们了 宫明 宫明 小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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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娘 姐 她已经走了 你就不要太重心了 你就不要太伤心了 对不起 对不起 小爹 公民 我对不起你们 都是我的错 公民才会离开我 都是因为我不好 我最亲爱的妹妹 才会离开我 是我该死 是我该死 白姑娘 你要做什么 我永远都不会离开你了 我要永远和你在一起 我永远都不会转开我 我永远都不会转开我 也会在一起 我永远都不会离开我 你和你一样 繁星点点 恍惚多少年间 风吹扬柳花绪漫天 红浮绿漆 刻下两端沉绵 回望前世辗转相恋 回忆是条长线 盘旋无几天遍 再度浮现眼前你的承诺死不见 暗恋火伴蔓延 今生是否辩解 用尽全力抓紧有你的明天 回忆是条长线 盘旋无几天遍 再度浮现眼前你的承诺死不见 暗恋火伴蔓延 今生是否辩解 用尽全力抓紧有你的明天 暗恋火伴蔽的军